汽车行驶在大道上 一旁的路牌仅是车辆 前方地层活动频繁 地面随时可能裂开 这里是洛杉矶南边的沿海城市 Rancho Palace Verdes 地块滑动可以追溯至25万年前 在过去两年间 强降雨加速的地层滑动 很多民宅 道路和公共设施因此损毁 能源公司不得不针对部分地区暂停服务 加州也对此宣布紧急状态 步入古稀之年的扎斯克夫妇 已经在这里住了近30年 最近一周 他们家面临断电 断瓦斯 连网络也在周一断了 我买了一种电池 那是热闻的 流氓的 它吸引油的 我们在早上使用它 在早上使用它几个小时 在早上使用我们的电池 然后我们买了星线 虽然生活非常不方便 他们仍然保持乐观 想办法维持正常生活 早在1956年 这座城市就曾发生过大规模地层滑动 但大自然的力量难以抵御 上百栋名宅几乎全军覆没 只剩下27栋安然度过 而这栋就是当年的幸运儿之一 不幸的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还在以每年50英尺的速度 超太平洋滑动 如果房屋因此受损 保险公司也不会理赔 电力何时恢复还遥遥无期 扎斯克夫妇现在只希望 宫水不会被切断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刘杰 洛杉矶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법 查出 my сами 基本上大规模 gli